近日DZM艺术教育在南加州罗兰岗市举行了开业典礼 此次活动吸引了120多位来自洛杉矶的工商业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参与 在开幕典礼上 DZM艺术教育联合创始人谢雅丽详细介绍了DZM艺术教育背后的愿景和宗旨 表示该平台是DZ Digital Media旗下的一个多元化、开放式的艺术教育合作共享平台 旨在为广大华人及其后代提供一个展现多彩自我的舞台 众多知名人士如乔领郭颂、音乐家贾宾、制片人王新等先后发表了致辞 祝贺DZM艺术教育的开业并分享了关于艺术人才培养的看法 我觉得未来可能随着我们生活水平逐渐地提高 能够让在华人的社区里打造为我们一代移民、1.5代移民 以至于二代移民更好地去传播文化、传播艺术 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良的一件事情 DZM艺术教育创始人丁准进一步补充道 DZM艺术教育注重原创精品 并结合数字媒体 透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 这不仅有助于青少年申请艺术学院和培养艺术专长 也与各类工商企业、投资机构和艺术团体进行对接 同时DZM艺术教育也与自媒体结合 增强学员的艺术修养和个人形象 并为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知名度提供助力 我希望通过DZM艺术教育 为洛杉矶当地的华人搭建通往世界的桥梁 让全世界人更大程度地了解洛杉矶当地的华人生活 了解洛杉矶当地的华人艺术 据介绍 DZM艺术教育将坚守原创精品的宗旨 计划参与多种社区公益活动 提高社会群体的美学水平 并参与与艺术教育相关的社区活动 使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和感受DZM艺术教育的企业文化 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